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第六章第七节 结读第四音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患物说 《理代》 这就是在世上的人属灵的死 那些人警告完警告都会做的 不过他不是内心改变那种族 他是贵地弃诸乃的那种族 那就是属灵的死 其实属灵的死就是我们看轻的原因 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被离开了 我们没有了属灵兑换 白做了 这个分析也没用 白占土地 另外一个就不是 他的性格还有上限 还可以改变 离世之前他还可以 不会装架 一路一路去真正改变 就会继续在属灵里掌进 但是方向是如何呢 看回圣经里面 神对人的互动 他怎么对亚伯拉罕 他怎么对俗罗 他怎么对大卫 他怎么对所罗门 你就知道神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他喜欢的就是他简孙 因为简孙永远是性格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够 因为总之你每一粒的细胞 都在公布你的思想给神 每粒细胞都在出卖你 明白吗 所以你看 现在你明白 所以有些人在侍奉当中 慢慢扭曲了自己 他给了藉口自己 他给了一个藉口 其实他首先欺骗了自己的心 所以他欺骗了自己的心 已经玩完了 所以神要给我们欲心 而不叫我们不要有一个石心 因为现在你知道 石心有什么问题 除了活和死之外 石心是不可以变的 欲心还可以有变的机会 还可以更加亲近神的机会 当然亲近神只是一个表象 但你亲近神的时候 其实你就慢慢 因为羡慕神 崇拜神 爱神 你改变自己 敬拜餐美 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这样 所以譬如我听《刺银》的歌 你会发觉不同 你会发觉很有趣 它会伸出你的心 改变你的心 对了 就是这个和普通的歌 外面的诗歌 不同 Holy Holy 不断叫这些 除了老土和古板 你会看到少了某些东西 它不能够伸出你的心 对吧 这就是恩糕和这些歌的歌词一同出现 在这个时代特有 你就会看到分别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圣经说 我们要以心中的平安作主 对吧 现在你全部都理解了 因为心中的平安 那未必带你去着数 但是告诉你 你走这条路 你继续有兑活 你继续抓住更多属天的福分 属天的奖赏 听听 属天的福分 属天的奖赏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从来都没有出现在地上 他今天一直在说你的将来 属天的那样东西 你到离世才看到你抓住的那样东西 但是你地上不抓住 因为爱主 回教会 侍奉 听讲道有反应 你一直在跟这个对称 但是 就是因为这样才是陌生 你看这些经文 你不太明白 他在说什么 因为你不明白 在这两个世界当中 永恒世界和乐园之间 那个真正的终极秘密 终极秘密就是这个 而每一卷书 尤其是说到爱 爱就是终极 因为爱就是那个吸引 就是那个终极 但是你记住 你那个爱 一定要能够吸引到主耶稣那种爱 即是说 里面不是情欲的爱 贪婪的爱 自私的爱 对死物的爱 是一种主耶稣那种有价值的爱 所以这种爱 你和主耶稣那种学到 才可以吸引到永恒的东西 然后拥有这个爱 去再行真理 你才会体验到 神想你的心变成什么 因为你真的拥有这种爱之后 去行真理 你就会遇到困境 遇到困境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不是你力量不足 而是你的爱不足 你的勇气不足 因为爱里面也有什么 不会有惧怕 爱是刚强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 原来你是爱 不过你有惧怕 你不足 你就会坚持 而不是那种麻木的刚强 不是 是爱那种 所以要带着爱 去行真理 才知道你是哪种不足 但那都是性格里面的演变 坚持 缺断心 不是死做烂做 所以我经常说 麻木是不行的 死做烂做是不行的 现在你就明白了 因为那是缺乏了内心的改变 解释第六章第七节 祈祷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文物说 《里来》 白牛俊 谈闻再世 先雨 白并行 回想 众笑 雷拍 感 微 摻 未来 焉露 晴 Kent 現在 在 擠 讃 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烟雾情音 下白光阴 面前再手决 注信任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